如果有議員不滿的話 大可議案議事規則提出 否則請乖乖地坐在位置 不要出聲,不要亂吠 你做的決定 只是將所有的修正案全部合併辯論 每人只有15分鐘 辯論些什麼呢? 可以有多深入去討論呢? 是不是一個對的處理方法? 當然,主席,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你這樣去決定 是為了要這些修正案盡快通過 郭榮鏗議員,我想提醒你 第一件事,你是違反議事規則第44條 第二件事,你是猜測我的動機 請你回到這個辯論,好嗎? 我不是猜測你的動機 主席,我是指出你的動機 你是為了去幫 建制派 主席,如果你認為我是違反議事規則 或者猜測你的動機,不好意思 我都要這樣說 因為這次這件事,你知道主席 我和你反映過很多次 大家議員真的很怒氣 如果你連我的說話都不讓我講 不讓我記錄在案的話 我不知道我用這15分鐘來 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時間已經是這麼短的時候 謝偉俊議員 請大家同事保持 好啊,你提啊,你起床 你起床 謝偉俊議員 主席,剛才你說得很清楚 有關的說法是明顯地違規的 我希望主席,你不要因為太張咒他們 或者為了減省時間 而令到有些議員現在過分地 不斷違反規則去發現 而郭榮鏗議員剛才所說 是最明顯的一些所謂 鼓劃的大律師的做法 說了就不肯認 借提借路呢 借提借路就是違規 完全是失禮了大律師的行業 請大家同事保持肅定 請大家同事保持肅定 陳志全議員 未到你說話 也不是你說話的時間 請你不要在座位叫囂 蔣麗芸議員 陳志全議員 兩個請你在座位上 不要在這裡出聲 如果沒有我同意 我給你們第一次警告 郭榮鏗議員請你繼續 請你坐下 陳志全議員 請你坐下 請你坐下 陳志全議員 我會在適當時間做適當的決定 謝偉俊議員 你是否指明是冒犯 主席 我想你先處理了你自己都認為被冒犯 猜測你的動機和挑戰你的決定 這個就是規程的問題 因為我只是幫你給點力 希望你可以作出決定 而不需要害怕那些吵集的聲音 不及規程的聲音 但是我想澄清一件事 你有沒有指郭榮鏗議員 是一個固惑的大律師呢 我是有這樣說的 主席 不過我想你先處理了你被侮辱的部分 請你先收回那個部分 你肯不收回 主席 我們為了不想節外生枝 其實已經忍了很久 很多議員在現在發言的剛才議員 在一個位置裡利用一些時間 是完完全全是沒有講實際內容 是作人身攻擊的 如果我有任何過了規 為了規的話 主席 我收回 對不起 好 好